其實大陸確實最近的畫面 有點多 一直在製造一些 在他們的國內 有一些這種 有可能要武統的氛圍 甚至在大陸 有很多網友常常會翻牆 問說你們是不是現在 真的有可能要被武統了 在福州的街頭 有出現像這樣的一個重裝武器 一台一台車開過去 少百姓的叫車 還要先讓他們過 另外還是發放一些 像這樣的防空的應急包等等的 是不是在在都顯示說 有一些 不管你是真動作也好 假動作也好 其實大陸的網友 還滿買帳的 認為我們可能要被武統了 我想其實這個有關於兩岸 如果一旦發生戰爭 這個部分是一個翻天覆地的 所以大陸是這樣子 我覺得大陸這一波當中 包括確實我最近 看到一些視頻網站 一些視頻網站的首頁 其實最近突然都會發生 就是出現一些視頻 這些都是大陸的視頻 然後竟然都是跟台海 一旦發生戰爭有關 這裡有當然大家 比如說剛剛你提到的 有些就是大家 有些人在搶物資了 對 其實有一些 是那種超市的 福建地區 台中有些搶物資 然後另外還有等等 各式各樣的 大家角度比較不是 我們從政治群世的分析 我想其實一方面 是現在確實是 我覺得大陸是這樣子 全世界這種緊張氣氛 都是相互感染的 所以無論包括美國 我覺得台灣自己本身 大概可能我們在節目中 包括無論藍莓 綠莓都討論一下 可是在國際媒體當中 確實有關於兩岸的這種 戰爭的可能性 我想可能是 可能是這三四十年來 大概最集中最熱的 這難以想像的 所以這個當中 確實相互感染 大陸不是笨蛋 等一般民眾 或網友也不是笨蛋 大家是這樣子 你說他們都是在思考政治嗎 不是這樣子 面對在這樣的戰爭 所有人在思考的部分 第一個是自己 會不會牽涉到安危 特別是福建地區 第二個部分是大家資產 會不會受影響 兩岸打戰 你說台灣的股市不是跌到不死掉了嗎 中國大陸的部分 兩邊上海跟深圳股市 包括最近才剛成立的北京股市 難道他們都會安然如初嗎 所以說現在其實 中國大陸方面的 一般民眾的緊張 都是在於一旦 如果這個部分有任何的可能性 還不要說真的打起來了 或者是有沒有真正所謂 解放台灣了 不是的 只要一有動作的部分 大家的資產都全面崩潰的 所以這裡頭是要有些應變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當然現在有關於兩岸當中 我們從台灣的狀況 從台灣生活在台灣 聽到各方面消息 都會覺得 美國或者是美國方面 無論智庫各方面 現在有好多好多 這種預測性的年報告 或等等之類的 我們都覺得好像 好像就根本沒什麼事情 可是各位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可是我當時 第一次時間知道的時候 我也很驚訝 我想我在 我在跑新聞跑30年了 特別在兩岸 特別是過去10年或20年 過去10年我是住在香港 跟中國大陸的 我沒有住在台灣 過去10年 也就是說我對於兩岸當中的 關切跟我所知道的消息 包括我在香港跟大陸的人脈 深入去各方面的探討 我有我自己 對於兩岸是不是打仗 什麼時候打仗的 我有幾個觀察的部分的指標 這是有的 然後這不是台灣經驗 也不是台灣看新聞 人與異雲 但是我得說 當馬英九總統 是這樣子 馬總統親口講的 馬總統都知道 可能一般網友 可能你們如果上網 知道我的狀況就知道 馬總統大概每年都會去花蓮 看我媽媽 王媽媽都會看一兩次 所以有一次 我覺得應該就是去年 他去看王媽之後 他就聊 我們就聊到兩岸 因為王媽媽很擔憂 兩岸會不會打仗 馬總統就提到了 過去一件事情 就是說兩岸確實曾經 非常接近打仗 是在2007年底 2007年底 那時候是這樣子 當時的時候是 謝長廷他們出馬選舉 跟馬英九選舉 當然在台灣都覺得 馬英九是必上 整個民調各方的氛圍 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覺得阿扁執政結束之後 民進黨要被政黨輪替了 所以在台灣方面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部分的感覺 這個部分的感覺 一路從選舉 2007年到2008年 可是要知道 結果在沒想到 在那個時候 其實大陸確實 各位我在那邊講 這個是馬總統講的 大陸確實在那個時候 確實軍隊大比的集結 在福建跟浙江 那個時候確實是有所準備的 那誰知道的 美國知道的 可是台灣不知道 台灣金方國安會都不知道 美國方面掌握這樣子的情資 後來什麼時候知道 比如說馬總統 自己什麼時候知道 馬總統告訴我說 是在他後來選上 2008年選上之後 AIT的人找他 先告訴他的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 他這個選舉之後 才看到全部的 在2007年到2008年 選舉的這個年底時候 美國方面的研究報告 跟分析報告 也就是說 2007年事實上 12月底 耶誕節 按照道理的耶誕節 全美國公務員都在放假了 可是2007年的耶誕節 所有的AIT 是三個月 一直到農曆過年 都沒有人放假 全部都還在每天上班 一直到選上之後 到農曆年結束之後 美國方面或AIT方面 AIT當然是包括美國方面 他們確定 已經應該 就大陸的軍隊 好像已經又回歸了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評估 危機應該解除了之後 他們才開始放假 所以馬總統他們 其實是在選上之後 AIT才告訴他們 馬總統他才大嚇一跳 我現在講的這一段的部分 是馬總統親口在我家 告訴我媽媽 還有我們在現場的人 當時的這件事情 那時候確實是兩岸 非常非常緊張 可是我們在台灣 完全沒有任何的消息 完全沒有提到 可是而這個 當中分析的原因是什麼 那分析的原因 當然那時候是2008年初了 而且以及包括後來的原因 後來當然馬英九總統 選上了之後 有歷經了八年兩岸 非常交流好的時間 好 那時候 大陸為什麼兵臨 可能會武統台灣 主要當時的思考 其實就是因為 陳水扁已經當八年了 雖然我們在台灣方面 很明顯就要政黨輪替了 可是大陸 沒有辦法確定 萬一萬一 現場底他們選上 再八年民獎執政 總共16年之後的台灣 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在那個時候當中 有一個集結 作為一個武統的可能性 這是後來被分析 評估的部分結果 也就是說 各位你們現在不要覺得 現在美國一直在丟消息說 評估哪幾年 那是因為美國在當時 確實2007年 就是十多年前 確實曾經掌握在兩岸當中 極度緊張 而台灣可能是 方面是渾然不值得 有這樣子的情勢 所以我同樣道理 其實對於兩岸 是不是開戰這件事情 我認為 你說賭一個 2025年2027年什麼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切實際 我覺得兩岸當中緊張 是波段式的 他會在特定時間 比如說我個人 我想我個人 我想這裡頭 我現在講的個人 不是我看媒體各方分析 是我30年跑兩岸 包括在香港和大陸 住了十幾年的這些經驗 我的評估是這樣子 首先 他的波段當中 第一個部分 我認為2023 現在2023年2024年的選舉 這個選舉前後 這個東西是一個危險的時間 因為現在蔡英文過去 她在做陸委會 其實不要忘了蔡英文過去 在陸委會幕僚裡頭 她在台灣跟大陸人談判 她還去過北京到大陸 她也認識很多大陸的官員 尤其在兩岸 覺得蔡英文自己是認識他們 有沒有私下公共管道 我不知道 但是蔡英文是認識的 某方面來想北京再怎麼樣 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基本上陳明通講的這話 就有點誇口說 蔡總統任內 中共不會攻打東沙 聽起來她就是 好像莫名其妙自信 但我是同意的 因為這裡頭 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北京對於蔡英文 並不是沒有了解 可是下一次2023年 他們都說無論是賴清德或鄭文燦 這兩個傢伙 對於兩岸當中 根本是沒有概念 沒有經驗 都是想像的 他們都是用想像兩岸關係 跟蔡英文當中是幾十年 至少幾十年當中 從事或台灣的實質的經驗 某方面也比較了解習近平 或大陸的體制 或各方面來講 所以我認為2023年 朱如同過去也美國有預算 我認為這是一個危機的時間 另外下一波符問 其實就是確實剛剛講 就2027年 這兩波的部分選舉 我覺得都是在這選舉交替的過程 當然我簡單說 我認為除了台灣的因素之外 還有包括你是不是法理台獨 你推薦法法理台獨 這個東西都有很多的變數 其次美國方面當然也都評論說 在美國自己本身選舉的時候 只要他們自己在選舉 進入選舉期的時候 在政黨或各方面 其實大家在美國對於國內的事務 根本沒有能力 決策上會失交 包括其實裡頭最鷹派 對於台海關係最鷹派的人 那時候也不見得 真的能夠決策到些什麼時候 這也是危機點 當然我個人覺得 最大關鍵是習近平的心態 有時候習近平的心態的變化 我認為現在兩岸當中 才是最最關鍵的 其他公民都是小貓咪 就蔡英文的心態不care 根本不是重點 賴清德斯文猜不來 根本不是重點 習近平的心態有沒有變化 這是很大的因素 習近平是一個 有歷史情感的人 不是說對台灣有情感 我覺得他還是在意 他在歷史上的定位 可是如果哪一天 因為任何原因 法理台獨 中美對抗 這使得習近平當中 他就昏了 不要說昏了 他就你知道就押起來了 這個東西是很難講的 所以這裡頭 我覺得很多觀察的部分的角度 我對不起我這段講比較久 可是我仍不知道 跟各位講是 美國丟出這個時間 不是無地放始 他們有他背後的一個整理思路 因為2007年兩岸 曾經非常緊張 而且這樣的緊張的經驗 是在台灣的 包括國防 跟國安體系 都沒有清楚掌握的情形之下 這是美國方面掌握的 意思 美國會為什麼 一直丟出這個時間 其實是有背後的原因的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